第七百二十九集 宋清晨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手脚不停地忙碌着 虽然很忙,但是每一个动作 看上去都已经滚瓜烂熟,麻利得很 脑海里忽然想起,第一次在校园里遇到季灵的场景 那时候也是冬天,她一身昂贵的皮草,时尚的马丁靴 一头棕红色的短发,说不出有多时髦 不仅全校的男生都围着她,就连女生也都把她捧得像个女王 那时候的季灵,嚣张,傲气,漂亮,也目中无人 而眼前的季灵,朴实,随和 面上时刻都挂着热情的笑容 和五年前完全是判若两人 显然,此刻的她才更接地气 等到排队的人少了一半之后 宋清晨才收起多余的情绪走了过去 季灵忙得头都没空抬一下 一时半会儿,肯定是看不到她 宋清晨也不急,就站在旁边等着 忙到最后,顾家见季灵累得满头是汗 就让她坐下来喝杯水休息一会儿 最近快要过年了,生意比平时好了几倍 这一上午就订出去了好几百份红烧肉 外加狮子头 到了晚上,生意还会更忙 季灵实在是有点撑不住了 跟排队的客人解释了一下 说是去里面喝杯水 这里的顾客十之八九都是老顾客 也不会说什么 都转移到了顾家那个窗口去排队 季灵从旁边打开玻璃门 想出来透口气 可是,一口气还没透 一到身影就撞进了眼底 她猛的一震 盯着不远处的宋清晨 她的眼底有惊恶,窘迫,不可思议 宋清晨也望着她 两个人就这样对望着 一时间都镇住了 最后,两个人在隔壁的茶馆里 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很长一段时间 两个人都是在沉默中度过的 宋清晨来时的路上就想好了 见到她该怎么开口 可是,当真的见面的时候 所有的言语都变得空白 最终,季灵率先开口了 有声事就说吧,我很忙 宋清晨站在外面动了好一会儿 这会儿,捧着茶杯在暖手 闻言,她将茶杯放下 面带微笑地开口 快过年了 妈让我来接你,回家过年 季灵心里一动 台墨看了她一眼 却冷冷地给出了一句 我没有家 就算你不认那个家 也不能不认那里的亲人呀 你比我幸运多了 你还有亲人 而我 连自己的亲人是谁都不知道 宋清晨的眼底 有几分伤感 眼眶湿润 但她的脸上还是笑着的 但是我一点都不遗憾 因为我失去的 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弥补回来 我现在有你哥 有你侄子 还有你的两位母亲 爷爷奶奶 宋清晨跟她说这些 只是想让季灵知道 她现在拥有的一切 事实上 也是她季灵的 比起季灵的遭遇 她的遭遇 可以说是更惨 至少季灵还有家人在 还知道谁是她的家人 而她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知道 她也不甘心 试着想去寻找 可是 就算是找到了又能怎么样 知道了又能怎样 去报复 还是去寻回 这两者 她都做不到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忘记 记住那些美好难忘的东西 忘记那些 残心断阳 宋清晨从新月这边离开之后 特地从她店里带了一盒红烧肉 和一盒狮子头 给新月送过去 很早之前就听说新月馋红烧肉 这倒是个机会 晚上的时候 苏语给她打来电话 苏语这段时间在外地 才知道她和孩子出事的事 也担心得不行 宋清晨在电话里 跟她简单说了一下 然后约她 一起吃个晚饭 有些人 辜负了 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 季先生 带孩子出去玩了一天 回到家里后 听说她的小女人 还没有回来 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去 早上走的时候没有打招呼 一走就是一天 连个音讯都没有 小女人这是弄哪样啊 给你们打电话 季先生生了一会儿闷气 发现小包子 没有要找妈咪的意思 只好拿着手机 走到小包子面前 直接把手机丢给小包子 小包子正在玩 今天新办的玩具 哪里有空打电话呀 小包子只是抬头 看了面色很不好看的 送把闭一眼 继续捣过她的玩具 还不忘说道 我现在很忙哎 把闭要是小妈咪了 可以自己去楼上 打悄悄电话哦 打屁个悄悄电话呀 她现在心情很不爽 你打不打 小包子摇摇头 这次连脑袋都没有抬一下 季先生直接没收了 小包子所有的新玩具 啊 别别别 我打 我打 小包子扑上来 抱住她手里的玩具 季正廷并没有松手 命令她 现在的 小包子被威胁了 不高兴地撅着小嘴 季正廷见她 磨磨蹭蹭 不耐烦地 从鼻腔里 嗯了一声 小包子不敢再磨叽了 从沙发上 抓起手机打开 冲手机大喊一声 我要给宋妈咪打电话 对不起 电话里没有您要找的人 电话里的语音发出提醒 季正廷在一旁 瞪着小包子一眼 平时发现她挺聪明的 怎么到了关键时刻 就歇菜了 难道她会在电话里 给自己老婆 存个宋妈咪 蠢 小包子收到了 送把笔笔式的眼神 乖乖地唤了一句 得季太太打电话 果然 电话很快就收到了 语音讯息 季太太的电话打了出去 只是 这个电话打出去后 并没有人接 小包子看着 按下去的电话屏幕 已经感觉到一股良意 再朝自己飘过来 她蓄了一眼 宋把笔 果然 宋把笔那好看的脸 就跟结了一层霜似的 好可怕 不过小包子 有点同情宋把笔 这一不小心 就把宋妈咪给弄丢了 啊不 应该是一不留神 就被宋妈咪给甩了 宋把笔好可怜啊 季正廷沉着俊脸 转身就要走 只是 刚走了几步 就听到手机响了起来 宋清晨去了个洗手间 回来后 苏宇告诉他有电话 拿过来一看 是季先生打来的 就直接回了过去 宋妈咪 你刚刚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电话被接起 小包子的声音 很快就传进了耳朵里 我发现了个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